汪用和郑诗诚带您一网打进新闻大小事 POP抢先报 12点07分欢迎回到九一期在一起 POP Radio台北流行广播电台POP抢先报 我是郑诗诚 各位听众朋友应该在这个 现在电视里面常常看到一本 一部电影叫做门徒 门徒是2007年香港推出的犯罪电影 他的这个主角一个是刘德华 一个是这个吴彦祖 那他的故事当然就说 刘德华是一个这个大毒枭 然后这个吴彦祖是这个卧底的干员 在这个刘德华的电影里面 担任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 取得刘德华的信任 最后当然破获这个组织 但是吴彦祖最后是 他自己也染上了毒瘾 那我们今天要介绍的这本书 就是一个弃毒鼠干员的卧底生活 他隐身了27年 横跨五大桌的毒品恐怖主义 跟骗局 那这样的故事 大家这个真的很有兴趣 为什么 因为这这种情节 只有在电影里面看得到 没想在真实的这种 所谓气毒干员的卧底生活里面 也同时存在着 我们今天联系的是 也是这本书的推荐人 中文大学犯罪防治系的 副教授戴生锋戴老师 来跟我们一起来探讨这本书 老师你好 师臣好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老师这本书里面 他说卧底什么一回事 他说从这个执法角度 卧底就是一门有技巧的引诱出 这个显示犯罪陈述的黑暗艺术 老师我想请问你 这个卧底干预跟一般的警察 这个角色截然不同 他要怎么挑选才适合 你适合卧底呢 其实我们应该讲 卧底应该是在警察的 征办案件的一些过程中的 一个手法之一 其实很多时候我们讲到卧底 那有些时候我们也会比方说 像是调查局里面调查员 那他们是不是在接近一个犯罪组织的时候 是不是有些易容 或者一个更为单纯一点的 比方说各位朋友们 如果有开车的时候 警察可能会在一个比较看不到的角落 感觉好像叫做钓鱼的那种感觉 有没有 其实在很多的状况之下 这些都是一个 我们所谓的刑事案件 或者是一些案件侦查手法上面的一个变形 因此呢 所谓卧底的这样的一个能 也就是说我们这样的一个能力 或者就是是不是有这个天分 其实很多时候我相信在警方 他们在选择这个卧底的一些朋友 或者是足以担当卧底 这个重责大任的这个警员的时候 其实他们本身来讲 是有一些人的特质上是需要去注意 而且需要去培养的 所以哪些人的特质 一般讲起来 以我们这样来看的话 大部分都是所谓 最重要大概就是所谓的 适合这一个犯罪案件的侦办类型 举个例子来说 一般来讲 大家可能会觉得说 喜怒不省于色是一个很重要的 对啊 至少不能让人家猜到嘛 对啊 但是换句话来讲 如果说今天喜怒不省于色 换个角度来讲 他可能在某一些特殊的类型犯罪里面 你就融不进去 比方说我们在这个 这一本一个弃毒署干员的 卧底生活的书里面 那作者有提到 他到了中东去 为了接近中东最大的一个毒品的 一个销售管道的这个父亲的时候 对 他甚至必须要假扮成 他是一个富商 他基本上呢是开始操跑 然后他有着非常炫目的生活 甚至周边美女不断 对 但如果说 对你演不出这个情节来 或者你今天 其实你只懂得手口如瓶 只懂得喜怒不省于色 可能在某一些的犯罪类型上面来讲 就相对不适合 所以其实呢 我们应该讲就是说 怎样的人格特质可能会适合呢 其实他必须要有非常高的协调性 跟行为弹性这个部分在 所以这样的一个行为会比较适合 所以我想请问一下老师 那因为卧底这个角色 基本上是可能要办这个重大案件 才会有卧底这样的角色 他要破获一个 一个可能是一个庞大的犯罪集团 通常会是什么样的案件 就只有毒品吗 还是说会有其他案件 都会有卧底这样的角色 我看很多人还卧到那个 黑社会集团里面去 对 其实呢 应该算起来来讲 所谓的卧底 那这样的一个侦办的技巧 是一个相对来讲 在警方来讲 也是属于一个危险性 非常非常高 他必须要把自己的人送到一个组织里面去 对 那而且呢 这个人的训练也要非常的扎实 所以就像我们这本书里面写到的 他基本上 他原先是做特种部队的 然后再转换过来 是啊 所以在这样的过程中间的时候 其实他本身在特种部队的任何训练 都能够保障他在卧底 一旦遇到危险的时候 他是不是能够单枪匹马 杀出重围的这个 好像非常电影情节般的这种故事 所以其实很重要的 就是说在弃毒 为什么会提到弃毒 因为我们这本书里面讲到的毒 绝大部分都是所谓的 跨国型的贩毒组织 是 那这种组织型的犯罪 其实卧底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角色 因为组织型犯罪 就是因为它是一个很大的组织 所以它一个组织越来越大 难免被见风插针 所以我们不管你今天弃毒组织 再怎么紧密 再怎么是自己家里人 也许男保都不会养虎为患 或者是留底在那边 所以这个时候如果您的 这样的我们要侦查的一个犯罪类型 有所谓的团体性 有所谓的组织性 有所谓的角色分工性 在这些情况之下 就能够有卧底存在的空间 那如果说今天的这个犯罪行为 是一人足以遂行之的话 那其实就不太 或者这样的一个犯罪行为 非常的危险 比方说我们换句话来讲 我们今天假定要挪用公款好了 那挪用公款这件事情 很有可能 其实自己做是最保险的 如果给大家知道 难保哪天留下什么记录 所以这都可能自己做 或者是极为亲信的 一两个人做 这样就OK了 那反而这时候过敌就不适合了 所以就说必须破获类似这种集团犯罪 像香港类似像韩战 这些都想到说 是不是里面有 本身警察是不是有些外面的 被人家侵入这样的一个角色 所以必须透过某些特殊的案例来执行 可是老师 这里面他这本书 这个作者叫做爱德华佛利斯 他也提到说他的同僚又被干掉的 有 其实这个就是非常危险的一个地方 其实我想卧底 其实在警方的讲法叫卧底 那如果这样我们把它拉高一点到国安层次 甚至到军事层次的话 可能就是所谓的间谍 那间谍再高一个层次 可能就会双 如果他今天的道德或者是行为准则 又被吸收了 可能就变成所谓的双面谍 甚至有多面谍这种现象的出现 他可能就是 他纯粹就是以经济利益出发 所以以忠于自我中心为主 然后呢 他基本上呢 他是以广泛收集自我利益为主 我们也有见过这种多面谍的这样的一个状况 那所以实际上呢 我们应该是这么说 也就是说卧底在一个机构或者一个组织里面 他本身来讲就是一个非常非常危险的事情 因为你必须要完全的去融入他的价值观 融入他的生活形态 融入他的行为模式 但是这个模式跟你原先的工作是背道而视 这个是最大的难处 所以很多东西就必须要 可能这个人格特质 可能要异于常人 不是随便都可以当卧底的 对对 其实我想 与其讲异于常人 应该说他本身来讲 应该要有一般人很少能够拥有的一些特殊的一些 比方说我就是作者里面提到的一个很有趣 他说卧底是一种极度的冒险与诱惑 对真的真的 对 那他提到的这个极度的冒险与诱惑呢 他甚至用了一个非常炫目的说法 这个是非常专业的说法 就是他说法 他的认为说 他认为呢弃毒跟毒品一样容易让人上瘾 对 其实这个是一个非常有趣的 我那时候看到这一段形容的时候 我非常非常的震撼 因为我们一直都觉得 警察站在正义的角色上 他就执行公权力嘛 执行一个他必须要完成的这个 查期犯罪的角色 但是我们实在没有想到说 原来有一些商号在这样的一个工作场域的时候 他们竟然感觉到了快乐 竟然感觉到了大脑带给他的一种正向感受的愁赏 而这种酬赏跟毒品可能是很类似的呢 这种就是类似这种运动上瘾啊 其他上瘾 有我们可以这么说 其实换句话来讲 运动员的那种锻炼上的那种一步步的往上走 那所带来的脑内飞的上瘾 也有这种研究指出是会上瘾的哦 就是说你如果一般过惯了这种所谓undercover这样的生活之后 你再去回去过那种一般警员日子 你可能过不下去了 过不下去了 盖城做行政警察 他大概就抓狂 他反而会抓狂 对不对 大概就发疯了 对反而对他自己的生命会造成 为什么因为他觉得很无聊啊 对不对 对对对 反而很有可能他会 他会因此做出更不适合他自己的事情 反而他在一个高张力的一个这样的一个卧底生活里面 他反而找到了自己 对这是没有错 因为我觉得这本书里面有个很有趣的讲话 也就是说在这种高度冒险的场域下生活的时候 其实人类的大脑是必须要保持随时的警觉 对 这是一个非常紧张的生活形态 那这种警觉呢 其实应该是这样讲 就是我们有很多的一些案例跟大脑的研究都发现 当大脑保持警觉状态的时候 这样的状态是会让人上瘾的 比起大脑放松还要来的有趣 因为有时候呆呆的把自己当蔬菜丢在沙发上 救了你就腻了 我就开玩笑 会不会是肾上腺素上瘾 随时都在可能 随时都有这个 对 其实这个肾上腺素所带来的这种 极为正向的感受 或者是大脑里面的Dopamine 有一个叫做多巴胺 多巴胺 其实它带来的这种Dopamine的效果 跟海洛因是一模一样的 好 我们广告的待会儿 继续再跟这个戴老师来聊这本 这个一个气毒鼠干员的 卧底生活这本书 12点20分 欢迎回到917在一起 POP Radio台北的新广 我们电台POP抢先报 我是张施成 在线上接受访问是 中正大学犯罪议防系的 副教授戴生锋戴老师 我们一起来谈这本书 一个气毒鼠干员的卧底生活 老师您既然是这个专家 你一定看过韩战这部电影 对不对 是 韩战里面 他们当这个 他们在这个办案的时候 突然这个廉政公署就跑出来 交据 是 这个他很多时候都会当成 这个交据的那个 对 那老师你看这本书 他第一个故事就是在喀布尔 结果 他们喀布尔 他们的一个线人 一个卧底 结果是被当地的一个 一个单位抓走了 是不是 对 也有类似这样 请结束警察 因为单位不一样 我的卧底说不定 因为他要演得很像啊 他其他单位 绝对不知道他是卧底的 所以后面其他单位 就当成一个罪犯 就会抓 然后这个中间 会有一些汉格 会有一些协调 折冲的过程 对不对 当然会 其实尤其像以台湾 虽然说我们台湾 类似的这种 很多都是属于能做不能说 我觉得卧底 或者是间谍 这方面的这种 我们叫做一种 身份隐藏式的 这种犯罪侦查 手法 像那种手法 基本上他最大的危险性 其实往往不是来自于 他的潜入组织 因为我们通常挑选的人 他本身的适应性 或弹性 或者是他的演技各方面 他的柔软性都足够 比较麻烦的是 原属单位 比方说他原来的单位 也许原先的警方 或什么 甚至他会很高兴的说 我好像抓到了 我好像掌握了一个 比较明显 可以感受到的一条线 最后被自己的人 给卖掉了 这个案件 这个说法其实呢 不止在这本书上面 是实物上的提到 我想如果说各位对于 类似的 不管是电影 还是小说 或者甚至是一些 实物上的警员的 一些回忆录来讲的话 我们都可以看到 有类似的蛛丝马迹 所以其实这个是一个 很有趣的现象 往往我们会讲说 卧底到底不要卧到 让全部的警察都知道 比方说我们现在 今年我们要派一个人 到哪里去卧底了 其实我们大家都知道 人全身上下 就是嘴巴最关不紧 对 对 那因此呢 只要这个讯息 有流出去 只要有一个开口 我记得讲的 记得以前那个 后宫甄嬛传 有一句话讲 叫做只要扒开一个口子 什么东西都会露得出来 对 类似就是这样的一个感觉 所以我们的确也发现在台湾的一些侦办案件中间 的确有非常多的案件 是最后不小心泄漏 其中最重要的 不知道大家记不记得的 就是那个 陈敬兴 然后林春生高天明的 白小燕命案这件事情 是 白小燕命案在最后在查气的时候 第一次要交500万美金的赎款的 那个时候其实警方是完全封锁线索 但是呢 不知道怎么回事的 不小心还是怎样的状况 走漏了一点点的消息 最后才让他们能够在 当然他们最后没有拿到这一批款项 但最后呢 竟然人被他跑走了 那我想这个就是一个消息外漏的 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问题点的存在了 所以很多东西就是 他基本上有他的 就是 怎么讲 有他必须要undercover 就是要让他不要被太多人知道 你也难保警察里面 没有那些歹徒的线人 不要说歹徒线就是也会通风报信的了 是没有错 所以其实呢 我们换一句话来讲 当警方去安插线名 我们叫做卧底在 在那个 这个就反见之际嘛 所以我想无间道大家应该看过很多了 但是就是说 反过来的时候 其实也会 也会造成这样的一个情形 所以可是 所以就是很麻烦说 万一我 我长期布线的东西 被某个抢工的单位 一下子就给他 给他搞砸了 结果 我的线头就断掉了 也是为了这种事情发生了 对不对 对 这个很常发生 这个我们的确有 我们的确有看过这样子的案子 所以呢 其实这样子的一个安排 很多时候都必须要是一个 非常非常高端的一个 中央型的决策 才能够办得到 也就是说 这一些我们所谓的平常有卧底 或者是 所谓的一些执行秘密任务的 这样的一个单位 一般来讲 我们都以不曝光为原则 所以不曝光就是 就不要 我知道 因为一般的状况上 我们都不要让一般的人知道 甚至他的单位内部的人 其实都不知道 自己有一个特殊单位存在 可是我不晓得香港电影演的 他说卧底警察 甚至自己的家人都不知道 所以他认为说 你怎么会在黑道这样混 会不会有这种可能 对对对 其实换句话来讲 这个也的确是因为 家人也是一个 我们就这样讲 他也是一个口子裂开来的地方 而且更重要的事情 是卧底的警察 当然知道自己是 身处危机的生活之中 他们其实除了自己 也许对于这样子一个生活 是可以接受他的冒险性 跟他的危险性的预测之外 其实我相信这些警员朋友们 他们也不希望自己的家人 必须承受类似 自己身份曝光所带来的风险 因为那个风险实在太大了 所以其实很多时候 最需要防的 防的是自己的枕边人 或者是亲人 那这样的情况之下 其实这样的一个工作类型 他的生活压力 或者是他的各方面的工作压力 生活压力 甚至人际压力 都会非常非常的大 老师我问你一个实际的问题 是 卧底警察的待遇 有比一般警察高很多吗 这个部分当然我们没有 这个在预算上面是没有办法真正呈现出来 但是我想所谓的危险加急 应该在某个部分上面会有所反应的 没有这个是很实际的问题了 对 这个如果真的没有的话 其实我们总不能让每个人都说 因为我很喜欢 所以我就来做这件事情 对 对 所以这个东西就基本上就是 我们考量到各个层面 我们必须要破案 那当然有些实际的状况 你也要注意啊 对不对 你不能 没有错 不能只凭一股热情 不能只凭你的脑内飞吧 对不对 对 如果说只有热情在下来 其实可能会冲不了很久 因为觉得其实就 因为真的到后来 他的压力会非常非常的大 因为我undercover很久 到时候我跟我的家人必须分离 然后他们的生活 可能需要透过警方来协助安排 到时候万一日子过不下去 你叫我怎么去安心卧底啊 是没有错 而且有些时候 这样等于就是说 大家也就是讲说 当我们今天呢 后勤不稳 前线哪人作战 这样的一个观念啊 就是家里后门都失火了 那前面就没办法打仗 这样的一个观念啊 所以呢其实在警方或者是各方 我相信说在国内的 我们做的任何的这种需要 有这种卧底型的 或者是这种秘密侦查型的工作 在这个所谓的执行者的挑选上 我相信都是非常慎重 而且要非常仔细避免 有任何一个环节掉落 好 那个我们稍微休息啊 继续回来再跟这个老师 一起探讨这本 一个气毒鼠干员的 卧底生活啊 他这个听一首很适合 今天这本书的这个音乐 就是梁超伟跟刘德华的 《无间道》 《无间道》 我 我不愿意接受 我还没有接受 不自禁的旅途 看着我 没停下的角度 已经忘了存在何处 谁能改变 人生的长度 谁知道永恒有多么恐怖 谁要见生存 往往比命运还残酷 至少没有人愿意认输 我们都在不断赶路 忘记了出路 在失望中追求 偶尔的满足 我们都在梦中解脱 清醒的苦 流浪在灯火难散除 去不到终点 我会到原点 享受那走不忘的路 谁能改变 人生的长度 谁知道永恒有多么恐怖 谁有天生存 往往比命运还残酷 只是没有人愿意认输 我们都在不断赶路 忘记了出路 在失望中追求 偶尔的满足 我们都在梦中 解脱清醒的苦 流浪在灯火难散除 去不到终点 回到原点 享受那走不忘的路 一路上沿住 难得糊涂 一路上回顾难的麻木 就到这条轻易无间的路 让我想你 你想我 怎么会孤独 我们都在不断等怼 忘记了出路 在失望中追求 偶尔的满足 我们都在梦中 解脱清新的谷 流浪在灯火难散处 既然没终点回到原点 我想我们都不 不在乎 12点34分 欢迎回到九一期在一起 POP Radio 台北流星广播电台 POP抢先报 我是郑诗诚 在线上接受访问 是中日大学犯罪防治系的 副教授戴申峰戴老师 我们待会要跟他谈谈这本 这本书 就是谈一个 气毒鼠干员的卧底生活 这是戴申峰戴老师 跟我们一起来谈 戴老师 这个干员 他也制服了金三角 这个昆沙 对不对 爱德华弗利斯 可是现在面对的是 我们常在电视上看到 那个墨西哥那个毒贩 好恐怖 因为毒贩他们有很多的组织 他们彼此就互相竞争 所以看到很多执法人员 都是被残暴的杀害掉 气势路边 包括一些警察 包括一些法官在内 我想请问一下这个戴老师 是 毒贩 就是drug dealer 在所有的犯罪的集团里面 是不是算是最最危险的一群 应该是这么讲 也就是说呢 毒的这件事情 其实毒品它本身是一个经济规模 对 它只是一个呢 所谓的我们讲叫做合法 跟正常的一个经济体活动之下呢 不被允许的一个存在 对 所以呢 我们在这个情况之下 我们可以发现一个很重要的观点 也就是说呢 毒的这件事情呢 它通常必须要有一个非常组织化的一个行为 所以它所谓的危险性 并不是所谓的发生在每一个组织化的环节里面 实际上呢 毒最危险的过程中间 其实是有四个过程 我们把它叫做制犯运让 制犯运让 制毒 贩毒 运毒 跟让毒 这四个过程中间呢 毒品会必须被迫抬到台面上面来 也就是说呢 正常的状态的时候 毒品是不会到台面上来的 但是呢 在制犯运让的过程中间呢 在交易的过程中 在运输的过程中 在买卖的过程中 毒品会必须要浮上来 而这个浮上来的时候呢 才是毒品交易的时候 警方唯一可以碰触到的地方 老师你说这个让是哪个让 转让的让 哦就是 就是卖了 是不是 类似这样 不用钱的卖 不用钱的卖 我让给你 还有这种过程 养线啊 养线 了解了解 对 这是很重要的一个手法 这是对于药物上来讲 通常让药也是一个养线的手法 养地盘的手法 也可以是如此 我先让给你 对 就是让下面的人 一开始可能是无偿使用 然后等它上钩了以后 它才会帮你制贩运 哦 了解 对 他们有他们的一套的一个想法跟思维 所以从这个角度上面来讲的时候 一般说起来 我们很多的朋友可能都误解了 假定说一个毒贩的生活 我们来思考一下 事实上我们来讲 一个毒贩 他应该要怎么过日子 请问你觉得毒贩是 一天24小时 手机都开机 等着人家call一来买药 还是 他有固定的布线跟生活样态 如果我是毒贩 我会选择后者 对固定 只是这个固定要怎么固定 可能对于跟我们一般上班族 或像我们这种公务员就不一样 基本上一个毒瘾 我们通常这样讲 毒贩通常不会休礼拜 不会像我们一样周休 他的休息时间是什么时候呢 通常我们来思考一下 药物大概都什么时候用 以目前国内大概是一级毒品 二级毒品 这两个一级的话 大概是海洛因类 二级毒品大概是安非他命摇头丸类 这三个作为大宗 那当然很多人说青少年的K他命 非常的泛滥 那个是另外一个麻醉类的药物 好 那所以在海洛因跟安非他命的 使用的特征上面 我们就会发现 一般来讲海洛因的成瘾性 成熙性非常高 所以它呢 必须要长时期的补药 也就是你一旦海洛因成瘾的时候 你的补药量会比较高 所以一般我们都会发现 海洛因的 我们所谓讲的药头 他的活跃性相对来讲会比较高一些 所以他就经常就 on call就对了 他就不能一直online让人家抓到 他就必须要躲起来 所以呢 这时候他必须要安排一些 能够online的手下 就是 这个在那个门徒里面 这个叫脚 对 类似这种脚的分散 对 那接下来就是兴奋剂 兴奋剂类的像安非他命跟摇头丸 其实安非他命跟摇头丸的使用 就比较有一点限制 因为所谓的兴奋剂呢 他的我们讲他的药理性 我用一个很浅白的说法 大家就知道 所以安非他命跟摇头丸之类的药理性 它是让他把明天要用的体力 拿到今天一起用完 也就是说你用药的当下 他会非常的有精神 但是你隔天就弹掉了 累掉累坏 exalted就是耗尽了 所以呢 这时候我们就要来思考 如果我们每天都得上班上班族 那你今天回去用了个安非他命摇头丸 结果隔天就exalted 没办法上班 那是不行的嘛 所以呢 这一些二级毒品兴奋剂类的 他们的生活就有固定性 因为跟着所谓的药物使用者的行为来做变化 所以比方说我们以现在周休五日来讲的话 哪一天你玩疯了都没有关系 因为隔天可以休息 那就是礼拜五晚上 礼拜五晚上我们玩再疯再累都不怕 因为整个礼拜六都可以睡觉 所以那天都 礼拜六没事嘛 所以那天很多人会开饭是这个意思 对 就是礼拜五的晚上就会开饭 会有一些 开饭就大家一起嗨就对了 对 会有一些啪就会出来了 那这些啪要出来 礼拜五要拿到东西的话 礼拜四就很必须要有药物的进来 那这时候药头大概就在礼拜三要把货铺下去 因此药头大概在礼拜二跟礼拜三的时候 他必须要做好这个货源跟那个流通路线的确保 等到这个都确保以后 礼拜四他派下去 他就开始休息了 因为他就不用出现了 他就开始往中小盘下去包下去 那到礼拜五的时候 到小盘呢 其实大盘早就流出去玩了 所以其实戴老师跟我们讲这个可不是市场分析 这是警察在掌握这个线索的时候 知道什么是所谓交易的活跃期 对不对 警方要有这些资讯 他才能够 那个现场的时候就能抓得到那个梗 对对对对 是是 而且而且 而且 说实在的警察很难问 因为 如果我知道没错的话 警察抓得越紧 他的利润越大 没错 对不对 像现在最麻烦的就是像K他命 K他命因为要升级成有很多的说法要升级成二级 所以基本上非常 他现在我们换句话 还早期的讲法叫做什么 叫做洛阳之贵 对 所以他就你越抓他越贵 越贵利润越大 他就越有人想去做这种生意 对不对 对没错 所以那怎么办呢 嗯 这个当然 因为 最近有一个非常新的一个做法 在荷兰 因为在欧洲有一些对于这个反毒的一个非常创新的做法 我们提出来作为我们不能叫抛砖引玉啦 但是提出来作为也许听众朋友们思考看看 嗯 那我们都知道台湾地区呢 为了减低所谓的海洛因的要害 艾滋病的问题 因为早期我们在管制针头上管制的太严格 是 所以导致呢那个海洛因的毒瘾患者 他们重复使用针头导致那个艾滋病的流行 对对对对 那现在呢我们就使用了一个叫做就是免费针头提供计划 另外还有一个叫美沙冬的疗法 就是提供二级的替代性的毒品让海洛因患者来使用 用这样子的方法呢来去试图是不是能够降低海洛因的这个使用 那这是台湾的做法 那在荷兰呢 他们更进一步的在北欧这些国家更进一步的提出了一个叫做毒品屋的这样的观念 drug house这样的观念 也就是说呢如果你坦诚你自己吸毒用毒的话 当然你如果坦诚自己吸毒用毒 这个在菲律宾就是直接墙壁掉了 对不对 最近闹得很小 我不晓得啊 也许菲律宾是个重罪 但是在欧洲这些国家的话呢 它使用的方法就是让你呢 由政府无偿提供你免费的毒品 让你在毒品屋里面使用 可是有包括海洛因这种东西吗 就是基本上政府 如果你用海洛因我就提供海洛因给你 对那在这样子的提供的情况之下 因为它是免费的嘛 那要头当然就完全没有利润 零利润 所以这时候呢 其实我们都知道商人最重视的就是利润 就是你只要我哪个地方赚钱哪个地方走嘛 我知道 所以当你发现钱赚不到的那我留下这个国家干什么 当然就撤开啦 所以这个戴老师也就是说 我就用国家的力量 你们这些要吸我就让你吸 然后我让这些卖的没有利润 就从此从这一代就断掉了 对其实一次之间一旦它没有利润它就走了 对所以它用这种方式 因为我知道在美国甚至在荷兰 那个大麻都是合法的 对不对 荷兰是某些地方 美国的有一些州 对某些州是合法 但是有的是开放医疗用途 有的是开放娱乐用途 它有各种不同的用途 是 可是目前的各国还对毒品还是在抓了 对不对 就是 对目前大部分的来讲 对于毒品都还是处于一个 我们叫做 有两种讲法 一种叫入罪化 一种叫做入病除罪化 有两种理论 可是这个刚刚老师讲的 大概是比较基层的那种小贩 对对对 就是街头 我们那就是都受信的 可是在爱德华 这个基本上它是抓 都是大毒交 就是最上游的这些人 对它是抓最上游的那一个 对那这些人到底 他们是不是真的就 每个都这么凶残 就是 反正你只要跟我的利益作对 你就是 我看到里面有些被抓到的 被分尸的 被怎么样的 哇 而且我们从电视上看到 跟他描述的都差不多 我觉得毒贩都很 就是很多 比如说墨西哥毒贩 是不是真的都很凶残 其实我应该是这样子讲 就是也许最顶的那一个人 可能他有点佛心来着 也不一定 这个我们真的不知道 但是呢 他的手下必须要立威 因为我们知道呢 实际上做毒品的贩卖 虽然他有极高的利润 他的风险性却非常非常非常的高 世界各国都一样 如果说我们今天就算是除罪入病化 这样就是我们所谓的违罪入病化的国家 对毒品的置犯运让还是有一定程度的形式上面的一些责任存在 而且也不是所有的药物都是开放的 那大部分我们看到比较多都是大 那在这个情况之下 我们就会必须要一个心理上面的准则 也就是说呢 因为在这样的一个组织里面 也许你能获得高利于暴力 但是你相对来讲 你会遇到的最严重的问题 就是你很有可能有把自己暴露在风险里 所以从事这个工作的人 自己也知道自己危险 所以其实他所谓的严刑峻法 或者那些非常残酷的 我个人认为 他与其说是警告外面的人 不要来惹我 不如说是警告里面的叛徒 你小心你自己的下场 了解 对他反而是应该是要强化自己的内聚力 而不是对外的阻抗力 好我们稍微休息啊 继续来跟这个 继续跟戴老师谈这本 一个气毒鼠干员的卧底生活这本书 12点48分 欢迎回到九一期在一起 POP Radio 泰国流星广播电台 POP抢先报 我是蒋施成 在线上接受访问是 中文大学犯罪防治系的 副教授戴胜峰丹老师 谈谈这本书 一个气毒鼠干员的卧底生活 老师我们最后时间不多 我相信我觉得从这本书 我要这么讲好了 刚刚老师这么 虽然提到说 有些国家为了让这个毒贩 无力可毒 于是他提供一个drug house 就是让你去吸毒 可是基本上他也是要 让这个毒品的供输 从此就没有了 其实他最主要就是要 断掉犯的这个 犯毒的这个部分 所以我就说 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利润 就是有消费者 当然他透过各种方式 让你开始吸毒上瘾 所以老师我们还是要讲 我说这个毒千万不能碰 你碰了就 不管你是 有人是因为吸毒吸完了 觉得不够钱就变要头 不过这个中间的过程 所有的人 包括一些最上瘾的人 他基本上 不然就是承担极大的风险 不然健康就会受到极大的危害 对不对 对没错其实应该是这样讲 就是说所谓的药物 当然我们必须很坦诚讲 药物必须从两个层面下手 一个它原先本来就是药物 所以我们这些所谓称之为毒品的 应该都要叫做药物才对 并不是 它原先的存在在人类社会 并不是一个负面的东西 我们不是真的是拿来做负面的东西 但是因为我们的大脑 其实无法控制自己 在使用的这些药物以后 是不是能够回到原来的状态 所以我们必须这样讲 这个就是一个成瘾的作用 那我们大家都知道 很多的女性的听众朋友 可能在我们在生产分娩的时候 会打所谓的无痛分娩针 那是一个马飞 所以实际上很多人 我用了马飞其实没上瘾 其实那是在医生的高度良好的剂量 以及浓度的控制之下 它能达到止痛 又不会让你上瘾的这个过程 那但是呢 也许我们一般人 自己在玩乐这些药物 在碰触这些药物的时候 根本没有这些专业的知识基础 所以我们也发现 有时常偶尔啦 不能说很多 就偶尔会有那些药物 尤其使用兴奋剂类的药物 用完了结果心脏麻痹亡生 或者是猝死这样的案例 一年大概几件几件偶尔新闻 可以看得到 那这个就等于就是 如果你先天性 有心脏上的问题的时候 你再做这种行为 基本上就是捣死 就是自杀了 危险性随时存在 所以我们必须很诚实的讲 也就是说呢 从两个角度下来 我们必须要跟听众朋友 建立一个很清楚的观念 第一 所谓的毒品 原先都是药物 它都是帮人的 但是第二 这些药物 如果你随便使用 你在没有经过医师的指示 以及没有经过一个药理 以及自己身体的检查之下 你贸然使用的时候 其实你就冒着 让自己暴露在随时 可能会猝死 甚至是违法 被抓各种的风险就存在 不要说偶尔害一下就没关系 有关系的 对不对 非常非常有关系 你只要碰一下 你的大脑就记得了 人类的大脑 永远忘不得曾经吸过毒的快感 而且以后万一 万一你要开刀干嘛的 因为你这个的关系 所以可能就 各方面都会 对身体会造成一些影响 对不对 对 会有更重的一个药性上 而你又不敢大方的跟医生讲 所以到时候医生给的药 可能药剂上 药量上又会错误 所以千万别以为说 这是怎么几集管制药品 怎么样 只要嗨一下 没关系 千万不要掉以轻心 对 比方说像三级四级 很多人觉得 哎呀那三跟四嘛 没差应该没错 也不会关 对不对 对身体的危害还是一样的 对不对 是是是 所以年轻人 就是我们为什么要讲这个故事 就是这本书带我们启示 就是说其实 呃要抓 抓到这些大的 这个抓低人 为什么 因为这些对世界的一些 呃所有 所有地球村的公民来说 这些健康的危害是非常巨大的 没错 所以他们这些药物 很容易就会有造成这样的困扰 对啊 所以为什么川普要在墨西哥 跟美国之间边界建筑 建计一道墙 除了非法移民 因为墨西哥的毒品也透过这个边界 一直到美国来啊 对不对 没错没错 是 对所以这个东西 大家还是要记得说 虽然现在这个这个 这个世界用各国的方 各种方式在 在希望这个这个 又吸毒能够减少 可能用让你吸毒的方式 让这个毒贩无力可毒 可是并不代表吸毒就没事 对 没有错 其实吸毒这件事情 就算我们今天在法律上面 最后都承认它是 假定在法律上面 我们走得更前端的 把它修掉了 但是问题是 它对身体的危害是 完完全全不能否认的 真的真的 包括你的健康 包括你的财富 包括你的未来 都会受到毒品极大的伤害 很多那种 跑到超商去抢那个 一百两百一千两千 都是因为他 没钱买毒品 对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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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更可怜的 它是一个弱势吸毒的问题 对 好非常谢谢中文大学 预防犯罪防治系的副教授 戴森峰丹老师 跟我们一起来探讨 这个一个弃毒鼠干员的 卧底生活这本书 谢谢老师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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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稍等一会 请继续收听 Danny所主持的音乐 一二三 我们明天上午十一点的 POP想起来到 同一时间再会了 我是郑诗诚 明天再会 拜拜 MING PAO CANAD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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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上言论不代表本台立场 POP抢先报 制作人高培轩 企划制作张云珍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 音乐一二三